今天我们要离开这个海边小镇子 要回到我们之前住的山里面的Saint Cristobal 然后我们今天是坐大巴回去 大巴是晚了八点钟 现在大概是五点 我们要先坐一个公交车去到那边 哦,这个大巴是隔夜大巴 对,是我们第一次在墨西哥 坐这种整夜的大巴 对 Saintle, send out your pictures and your videos Yeah, sure, sure OK See you Bye, bye 要离开来还挺舍不得的 我觉得真的体验到了在这里在海边生活的感觉 然后因为生活其实就是很简单挺重复的 你每天就做一些事情 但在这边你每天早晚都可以去海边 可以看日落 然后有的时候也可以去更美的地方看日落 所以我觉得已经挺不错的 我们已经到那个镇上了 但是距离我们正式发车还有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俩人先吃一个饭 然后在这个镇上逛一逛 这个镇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这个镇中心这个广场 圣诞节快到了 所以现在那边有个很大的圣诞树 然后有很多小孩在这个广场这边玩 生活氛围还是蛮浓的 感觉这一片也是会见一个 我觉得那种手工市集那种感觉 对 这个就是这种路边摊 特别多小追车 包括卖taco 卖饮料 然后卖玉米 什么样的 卖各种各样的东西 小镇叫Pochutla 墨西哥呢每一个这个不同的镇子 或者城市都会有个这种 它的英文字母这个雕塑 算是墨西哥这边的一个特色吧 然后每一个城市的雕塑呢 也会根据它这个城市的一些特点 然后进行一些不同的设计 我们在这个路边看到了这个新的芒果 然后想吃一吃 今天撒了辣椒粉辣椒酱 传统的墨西哥的吃法 它芒果好硬哦 超级硬 不甜 它有一点点芒果的香味 非常地辣椒口感真还一样 芒果真是吃到屏幕下来 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好吃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芒果的嚼劲 加上这个辣粉再加上芒果本身 一点点酸味 就是酸酸辣辣就特别的才会让你一直想吃 有点像辣条 辣粉跟辣条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比辣条好吃 而且说实话我刚吃了一点 因为那个酸辣 我的牙齿也有点不太舒服了 我今天晚饭是我最喜欢吃的汤 上车险稍微吃一点 有机会跟回家来尝尝 感不及饿它 超级好吃 超级好吃 因为之前我朋友说 这边的Ochata 它其实是一个墨西哥很普遍的饮料 但他说Pachula的这个很好喝 先来尝一下怎么样 在路边买的是Biso 也就是3块钱 这饮料它本来是有米醋的 然后很多地方做会特别特别甜 加冰块的时候还是特别特别甜 然后这个就不是特别甜 然后我能喝出来 它加了很多的那个肉桂 对有那个肉桂的味道 所以还挺挺好喝的 我们已经到车站了 距离我们的车到应该还有一个小时吧 看这个车站现在几乎都没有人 但我觉得这个车站还挺新的 看到没有 现在这个镇子上贴了个牌子 就是说这个镇子是不让坐的 因为现在对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嘛 所以它就隔一个位置坐一个人 保证我们之间的这个社交距离 客来的背包客 对 我看远方又有个背包客来坐 坐车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人 也是今晚坐车的 然后这个又提供那个19店了 然后会带喝酒 车到了 我们就要上车了 我们是在网上买了车票 然后他好像就扫一下这个车扣 还挺先进的 走 我们几排几座 你看到车站基本上人都戴了口罩 然后车上是没有什么保持安全距离的 墨西哥它的这个大巴 其实感觉都还挺好的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出国 就是泰国的时候 就是会觉得 哇泰国的那种大巴也太舒服了 墨西哥其实也差不多 然后都会配有这种 小电视可以看 然后位置也是可以 调一下 对可以躺一下 大巴出发了 那我们明早见吧 明早就会到soro 你这么快就会 我先听到的 是 我的 是 我先听到 是